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前面我們在裁皮革的時候 就把這個提拔的 這一個所需要的皮革片 把它裁好了 那再來呢 我們需要有屬於這一個勾的地方 勾的五巾 那在這邊我們有勾的五巾 在這裡你要準備 這樣才能夠勾住那一個 皮革邊邊這一個耳朵的地方 那再來呢 我們因為要把皮革給彎折固定 彎折固定 所以呢 我們需要這一個五巾扣件 那五巾扣件呢 老師手上這邊呢 就準備了一個扣件 那這個是一個是母的 一個是公的 我們稱為就是這個扣件 我們把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然後把它扣在一起 那各位可以從這個成品來看的話 我們要把這個扣件扣在一起 我們就必須透過這個打孔的 這個工具 這個穿越這個皮革 然後再把這個扣件給扣上 所以我們要準備的有 這一個打孔的 一般來講我們稱為叫做完斬 這個是打孔的這個工具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再來呢 我們要把這一個五巾扣件 把它扣合在一起 我們就必須要有把它打的 敲打的工具 我們會有這一個扣件的打具 以及這一個它的下面的這一個台座 這樣子來做這個處理 那麼在我們完成了之後呢 其實上我們就開始要來修邊 因為我們兩片的皮革 經由我們的採檢 其實上這個邊緣 它是會不平整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要透過我們的 這一個沙子磨棒 或者是說如果你有這個三角研磨器 那你就來做這個研磨 把這個邊緣把它做這一個磨平的動作 或者是我們用這一個磨邊器 來把這個邊緣把它磨平 那磨平之後呢 我們再利用這一個床面處理劑 來把這一個皮革的側邊 來做這個平滑的一個處理 那這就是我們所準備好的一個材料跟工具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示範怎麼樣做 好 那我們就是準備了這一個 我們的提靶的部分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這一個五金扣件 把它穿過去 然後把它折過來 這個調好了這一個你要的位置之後 我們把它放在我們的膠墊上 再拿我們的這個丸斬來打孔 堆好在中間的位置 好 那你的這一個丸斬要拿正 拿正 然後再把這一個木槌 這個來做這個敲打的動作 好 固定好 那大概差不多兩下 我們就可以把它給穿越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這一個孔就穿過去了 好 就像這樣子 我們就有穿過來 就有這樣子的一個孔 好 那有這個孔了之後呢 我們就要把這一個扣件把它給套上來 好 我們可以拿這一個屬於公的扣件 好 從下面把它穿上來 好 那再把我們另外一頭的這個母扣件 把它套上去 好 那我們再打呢 我們就需要一個打的這一個底座 還有我們打的打鋸 好 那一樣 這個拿正把它扣下去 讓兩個這個扣件把它扣住 好 把它扣住 那這時候你就完成了一個提把 好 完成了一個提把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把這個提把的這一個 扣住的這一個五金呢 穿越我們的這一個皮包的耳朵的部分 好 那這樣子你就完成了一個 這個具備有這個手提的 這個功能的一個手拿包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處理這一個邊緣 各位同學可以看得到 目前這個邊緣它是屬於不平滑的 也是比較毛罩的部分 那麼我們就要來用我們的研磨器 來把它研磨平整 所以你可以用這個 如果你有三角研磨器 那就是方便你去操作 好 那當然它的價格上面 這個工具的價格上面是比較貴的 那如果你有這個在 這個經濟上面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買的就是 用我們這個沙子研磨棒也是可以 不過就是它的這個耗費的速度比較快 因為它是屬於耗材 好 把你這個皮革邊緣抹一下 好 讓它比較平整 所以在你的包包你只要看到 有兩邊側邊的地方 你都必須要去做這樣的處理 好 現在把它給磨平 好 現在把它給磨平 好 現在把它給磨平 好 把它給整理一下 好 把那個毛穴呢 盡量把它給剝除掉 同樣的另外一邊也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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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把它給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那麼你就把這一個 兩邊把它給處理 把它磨的 不要就是有那個凹凸不齊的一個地方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上這一個邊有 上這個邊有 那上這個邊有的主要目的 就像這個我手上拿的這個包包 它這個旁邊這裡就是上過邊有 它這一個可以讓這一個皮包的邊緣呢 它是比較平滑的 而且比較亮 比較油亮 那我們用這一個 日本製的這一個床面處理劑 來塗抹這一個邊邊 那我們再用這一個磨邊器來磨 讓它更貼合 一般來講我們日製的這一個床面處理劑 我們大概只要上一次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床面處理劑它是透明的 它這個塗抹上去是透明的 不會有顏色 所以我們有磨邊器 因為可以看到磨邊器有一個寬度 那讓我們這在磨的時候 可以非常的一個順手 所以你邊磨的時候邊摸摸看 摸摸看就是說 這個夠不夠平滑 會不會有毛罩的一個現象 那同樣的另外一邊 我們也是用這個床面處理劑 把它處理一下 在這邊 移動的上手 在這邊 有空層 可以一規 不可 只能夠 不得 不可 影片 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可以多磨平几次 让它这个接触比较好一点 感谢观看 那我们可以看到到 这个两边这里 就用床面处理剂 把它给处理了 那等到干的时候呢 我们再利用这个边油 来上这个边油 让它这一个 比较油亮一点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